裴洛西的這一次亞洲之旗 主要就是要催生CHIP4 就是晶片四國的一個所謂的聯防 然後防中國產業的一個崛起 那哪四國呢 剛剛提到的美國 台灣 日本 然後日本其實很重要 因為日本在光阻劑這個部分 它全世界市場高達八成 光是三星還有它SK 他們所生產的很大一部分 大概也超過七成 都是要仰賴日本的這邊光阻劑 它是最上游的一個半導體的原材料 再來還有高程度的佛化氫 還有佛化氫去劉亞鞍 這個東西都是三成到五成的市佔率 換句話說沒有日本缺一不可 沒有台積電缺一不可 沒有韓國 只有沒什麼影響 所以你知道嗎 這就是為什麼 大家知道吧 今天就是為什麼裴洛西到了韓國 結果發現韓國的總統竟然說 他在休假 有可能在休假嗎 這個有什麼事情 比迎接原來的貴賓還要來重要呢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佩洛西的這一趟的出訪 他也有一點在測試 測試你到底是美國隊 還是你是在中國隊 還是你假裝是美國隊 事實上你是中國隊 還是你其實是左右猶豫隊 結果這一測試之後發現 台灣是堅定了美國隊 日本是堅定了美國隊 那你韓國呢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也是進行友誼測試的成分在裡面 最後提到就是說 現在你剛剛看到裴洛西的影片 你知道他影片最後有一個什麼畫面嗎 就是有一個台灣人拿著美國國旗 在那邊揮揚 然後他就全部他放在影片的最後 所以某一種程度上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永遠會跟台灣站在一起 我們要請教賴老師 因為昨天是蔡總統 突然在五點多 這個裴洛西離開台灣的時候 才PO這個臉書的照片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張宗謀真的有去了這場午宴 而且很多很多的科技大咖都有去 請教一下賴老師 因為現在美國等於是 他要串聯起晶片聯盟 那等於是要切斷這個中國的晶片 那包括劉德英也講說 台積電不能用武力搶取 所以這一次呢 特別找來這一些科技大咖 美國要散發的是什麼樣的訊息 我覺得這次因為 那個他主要是在這個五宴裡面 那個五宴當然是我們在請 可是名單呢 有些應該是AIT那個地方 他講到說 那可能需要包括這些人 因為這畢竟是我們當主人 那客人可能在那邊就是提出 他想要建立一些人 也因此在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張宗謀劉德英 那另外包括說何碩 這邊有可能是他們這次 他也想要來去見面的一個重點之一 那麼在這裡面當然 因為在這個裴洛西他來的時候 他有特別提到他的晶片法案 像晶片法案在美國這裡面 那前一陣子獲得通過 那他這裡面包括2800億的 這樣的一個經費 那這裡面有包括投資 有包括說他的人才的培育 還包括說他要怎麼樣去 例如說要進行20個晶片廠的 一個建構等等 所以說是一個相當非常大規模的 這樣一個晶片法案 那也是想要建構美國 重新他的半導體上面的一個能力 那在這裡面那個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說剛剛講chip forward 就是說是美台那個日韓 這樣的一個四國的晶片聯盟 實際上在美國日本台灣 那日本當然他不一定在晶片製造 本身那麼厲害 可是他在晶片製造的供應鏈的那個上游 特別是很重要的材料部分 他那邊是全世界非常數一數二的 那至於韓國跟台灣某種程度是競爭關係 可是韓國最重要的問題是說 他和中國之間 他又是巴望中國的事情 關係太密切了對不對 對 那所以說這一次 我就看到就是說 一開始韓國晶片聯盟 他就一直在那邊遊移半天 然後那原來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新總統 還沒有完全上任 所以說這個韓國他就沒有做出決定 後來有 他開始進來 但怎麼沒想到 就是那個佩洛西 他從台灣飛到韓國去的時候 怎麼韓國總統說他要度假 然後現在忽然好像是民眾覺得說這樣不妥 開始說他要跟他打電話 但是也不是見面 就是說那個韓國現在大家懷疑是說 是不是因為中國現在把佩洛西 這當成這個是那個 好像國家敵人一樣 變成任何想要接見他的人 都會可能會被他來制裁 或者是被他來這個 來有一些其他報復的行為 那會不會是這樣 韓國他受到這樣的壓力以後 就不敢 因為我們所看到是說 包括總統包括外交部長都沒有 我們是吳釗燮部長去接機 然後在台灣他有非常好的一個接待 那其實現在除了韓國之外 就是說他到日本 日本的時候我相信 日本應該不會是這麼失禮 那所以說可以看到出日本的態度 那剛好在這個時候 就是說中國他為了報復 他又不敢對美國 所以他到等佩洛西走了之後 他才開始在海海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這個六個 這個實彈演習的區域 這基本上就想要去演練封鎖戰 那在這裡面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七大工業國已經外交部長 已經有提出聲明了 其實在這個地方我覺得 我們可以再跟他討論 就是說 這是基本上可以演練 台海有事的時候 說台灣有事的時候 國際上面這邊 要怎麼去應對這個事情 我們要怎麼去應對這個事情 因為這人家白白送來一個 非常好的演練的這個圖像給我們 然後自己要送那個實體的東西過來 讓我們來進行操演 這個東西何樂而不為 我們趕快好好的那個練習一下 那在這裡面例如說 日本 既然日本在那邊討論那個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你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趁這個時候來討論一下 你要怎麼樣 日本有事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回應 而且在國際上面 要怎麼去處理 因為日本你已經在G7的 外交部長聲明裡面 已經是其中的議員嘛 那現在你要怎麼去做 然後再來就是說 包括澳大利亞 因為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澳大利亞它船之後 會不會過台海 但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除了說中國的飛彈 它有進到是日本的專屬經濟區之外 那是在危害喔 那另外就是說 它的國際公海上面 所出現的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辦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我們講跨的 跨現在當然其實最大的問題 主要是那個印度啦 好 但是印度這幾天 我接受到很多訪問 大部分是來自印度的媒體 因為他們就講一句話 印度是在這三年 唯一跟中國有真正打過仗 而且還跟它有死傷的國家 所以說他們在辯論說 到底那個是台海戰爭先 還是中印戰爭先 那出現他們的滋味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是覺得 在這裡面怎麼樣 讓這樣的一個共同的關切 變成就是在那個台灣 進行那個國際的結盟 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擴大我們的國際串聯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可以拿來 看來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nes說 我們有事